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你不能去变得好像去责怪那个被害人 但是可能说词上面可以再修饰一下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点就是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那对我来说个人不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不管是谁 那包括现在你看包括媒体人做预扣 他在做攻击的他也要自己负原则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负责自己的言论责任 我也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 那因为你在这个节目上 因为市长他有拿出这个入党同意书 你说谁是要签人文品 所以是真的有这个意愿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 首都的市长然后以无党籍的参选 我们可以要争取的是更多跨越蓝绿的选民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共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有没有这样的程序 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 而是我们信念一致 他们所有的政见我也会是他们的母鸡 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 我们早就已经跨越了政党的范例